地缘政治危机随着乌克兰战争后,全球供应链被受影响。原材料价格易升难跌。铁矿石是生产钢铁主要矿材。今年以来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上升了25%。 使钢铁价格在第二季度回升。中国所需的铁矿石主要从外国输入。但亦有个别企业自行开采矿山。部分用于销售。大部分则用来从事野链。加工及销售高纯铁产品。中国刊王,3788就是其中的小龙头。去年盈利增长73.7%至6.59亿元人民币。 折合每股0.34元人民币。约为0.41港元。派发未期股息0.12港元。年同中期股息0.06港元。全年合共派息0.18港元。罕王在宣布梁佳业职后。股价在约市中保持强劲。公司更多次入市购买股份作为日后奖励员工之用。股价近期期于1.5元水平。 现价息率高达12厘。集团去年的营业额增长不算大。上升16.8%至31.27亿元人民币。 但由于整体毛利增加32.4%及毛利率增加了4.6个百分点至38.9。 现金流转街。派息较一年前增加了五成。 罕王去年的营业增长火车头在于高纯铁业务。营业额增加23.5%至24.39亿元人民币。 占总营业额的78%。平均售价同比增长31.5%。 集团的高纯铁超过八成供应级风力发电站作为发电机的建造材料。 由于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未来能源的主力。 令罕王的主营业务有保障。 此外。 部分高纯铁用于汽车零部件。船舶发电机及核电领域等。 有颇大发展潜力。 金矿项目大幅增值。 罕王早在十年前已进军澳洲探索开采金矿的机会。 在2018年买入了位于西澳洲的北部领地周的黄金矿山项目。 西澳洲的矿山由于黄金储备有限。 集团去年趁金价上升已出售逃利。 大约赚了4000万港元。 以便集中资源开发位于澳洲北部领地的矿山。 根据集团最新砍探结果。 北部领地矿区的金矿资源量较收购时增加67%。 超过300万盎司。 储量增加7倍。 超过140万盎司。 国州政府授予重大项目级别。 为澳洲现存储量最大及未被开发的老天矿山之一。 罕黄仍在就开彩进行前期工作。 但势必成为未来盈利增长的另一重要来源。 罕黄仍价市盈率低至4倍以下。 账面资产正值虽紧为约一港元。 但并未计算金矿项目以大幅增值。 董事会保证每年派息比率不少于三成。 投资者可助收高息。 等待金矿开彩和收成。 和收成。 亚增低未来一终。 亚增多项目以为佳金矿距离良民汇。 亚增多项目以为佳金矿质利增加、 亚增多得分。 感谢观看